唉 人生啊 喂 哥 做甚麼 英國你要死了嗎 唉 我有了癌症 頂龍三個月的命了 嘩 哥 那你那五十億身家帶著你沒有分 做甚麼 你想著我會分給你們嗎 那你當然分給我們 原通你見出去嗎 我問你 如果我分給你們 你們會怎樣花那筆錢 我當然是移民出國 疑問 那你疑所問 你清明不用回來拜我嗎 為甚麼要回來拜你 不用的 你真不孝 我原本打算回給你們 我現在不打算回給你們 我去吃狗也好 養狗也好 餵牛也好 不回給你們 唉 到最後你還是留給我們姊妹手上 難道你捐出去餵狗餵貓嗎 李大棟 今天我來找你 通知你 我中癌症快要來香 陳總的意思是想立遺囑 但我又不想留給我家人要務 因為他們很不孝順 我知道 錢分了給他們 他們又會忘記我的 即是 陳總想捐出去回饋社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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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言比較自私 你可以說我屎他 我說沒甚麼喜歡捐給別人的 肥水不留給別人 億自己人 好過億人地 但那些銀家產拿了我的錢忘記我的 即是不用一年清明 要我孤單單看著他們 拿我的錢去搖 接著我在地獄那裏被鬼笑 你知道我要面子 他們會笑我 沒有人來拜 所以問你有甚麼辦法 陳總的意思我大概明白 即是你想分給家人 但又不想他們分了忘記你 想他們每年都去拜你 行 我看看你的身家 嗯 嗯 嗯 陳總的身家大概是50億左右 這樣吧 我幫你舉辦一個 清明節陳總加年華 你清明加年華 甚麼想的 即是我為了保證你 接來50年都有人談清 所以我將你的身家50億分成50分 讓你的家人談清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抽獎 一份獎就是一億 一年清明就是得一個得獎 這樣接來50年 你們大大都來 你就保證55值得獎 即是說 我每年清明時 家人一定要來拜我 拜到最後才有這個抽獎的活動 那他們一定來 老闆都來 握我這條條可以 那我就幫你立為職 這個條可以 不如這樣 你幫我分一百販 一百年入別忘記我 分一百販 讀五千文,有誰不來? 又是,一百八 都是陳總認識過的日子 死都認識童 行了,我就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混蛋了,一百五百